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八天 这个时候副总统潘斯幕僚爆发群体感染的事件 目前美国副总统潘斯身边已经累计有五个幕僚确诊 包括跟他接触最频繁的幕僚长还有资深顾问 潘斯跟太太目前检测阴性 但是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局CDC防疫指导的原则 他当然还是应该要居家隔离 要隔离14天才能够保障安全 但是八天后全国选民都要投票计票了 白宫以潘斯是重要人物作为理由 继续安排造势行程 副总统潘斯到了重要的摇摆州 北卡罗莱纳州一上台就先摘掉口罩 随着音乐卖力鼓掌 美国副总统潘斯这个周末 一口气造访厄亥厄宾州和佛罗里达州 全力冲刺摇摆州票仓 喊出疫苗就快到手 但潘斯身边正在爆发一场群聚感染危机 在25号的佛州造势结束后 潘斯身边已经累计五名幕僚确诊新冠肺炎 包括与潘斯保持紧密联系的办公室主任 同时也是幕僚长的肖特以及资深顾问奥布斯特 潘斯立刻被列为并且接触者 与夫人在周日接受检测 初步确认皆为阴性 根据美国CDC防疫准则 这类情形当事人仍需隔离14天以测安全 但距离大选只剩下8天 白宫以潘斯是重要人物为由 继续安排他到北卡造势 但看看潘斯在北卡造势行程 人上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掉口罩 整场造势活动虽然在户外 但是对于台下民众 很多人都没戴口罩来说 这等于是一场高风险的群聚活动 没问题 REFRAC arc 我们必须弘确保持 stumbled 我们一定要进冠上面 与CNN主播吵得不可开交 但重点不在于是谁说 美国接下来会迎来黑暗冬季 而是第二波疫情高峰正在来临 全美50个州没有一处疫情正在下降 反之有30个州上升 4个州属于严重激增 过去24小时 全美确诊病例增加9.4万例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白宫幕僚长强调 新冠就像流感是一个具传染力的病毒 所以川普政府现阶段的防疫方式 是找到解药或疗法 并没打算强制民众戴上口罩 但根据华盛顿大学健康数据 与评估研究所统计 如果美国政府早在今年2月下达口罩令 有95%的民众佩戴口罩的话 现在死亡的22.4万人当中 至少10万人能不用被牺牲 一届呼吁川普政府别再忽视事实 而对照上星期拜登团队中有人染疫 副手贺锦丽随即暂停造势4天 他25号在密西根跑行程时 痛批川普政府的防疫是严重失败 不过看在美国总统川普眼中 潘斯的表现一如往常 幕僚确诊似乎无上大雅 不隔离继续拼选举造势的川普政府 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模式 但是对于美国人民来说 新的疫情高峰正在无情的来临当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